我和柳如烟结婚那天 她前男友跑来抢婚 柳如烟 我这辈子就勇敢这么一次 你跟不跟我走 我看着柳如烟满脸慌乱 正想感慨这种狗血的场景 竟然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柳如烟拿过肆意的麦克风大声说 你他妈谁啊 走错片场了吧 再搅和我跟木白婚礼的话 索眼睛给你打右眼眶里面去 我女朋友柳如烟 人称哑巴新娘 法拉利的外表装了武林红光的发动机 我们刚恋爱的时候 我兄弟偷偷跟我说 才发出疑问 柳如烟追里面混 是不是嗓子发言用的手语 这话说的没毛病 柳如烟什么都好 就是长了一张破嘴 我发出这个感慨的时候 柳如烟正在厨房做饭 她回头 看到我隔着玻璃在看她 冲着我咧嘴一笑 等着啊 我这第三线马上就出锅了 就我这手艺 送联合国去都得给我发奖章 我微笑着点点头 很好 病情稳定 跟柳如烟恋爱三年 除了偶尔嘴欠 她对我一直很好 所以 结婚那天 门口出现一个 要抢婚的男人时 我整个人都是蒙圈的 谁家的新郎走错片场啊 台下的人看完陌生男人看我 看完我看柳如烟 我愣住了 也只能疑惑地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本来还在 自着大牙傻乐 看到这个男人以后 笑容一下收回去 眼神中还有几次慌乱 不是吧 现场抢婚 抢的还是我的新娘 这么狗血的吗 人生如戏啊 一会万一柳如烟真跑了 我该怎么办 电光是火之间 我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念头 柳如烟有了危机感 他皱眉看着我 你别瞎想了 我还没说话 底下的不速之客先开了口 柳如烟 我这辈子就勇敢这么一次 你跟不跟我走 呼 来了 抢婚 男主已经说出了经典台词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女主 女主目露震惊 紧皱眉头 呼吸急促 一把抢过思议的话筒 然后 他响亮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婚礼会场 他妈谁啊 走错片场了吧 台下的男人被他说的脸色一致 本来带着感动和期待的眼神 一下子僵住了 柳如烟 你忘了吗 你当初说过要嫁给我的 柳如烟气得咬牙切齿 别瞎说呀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再搅和我的婚礼 左眼睛给你打右眼眶里面去 男人一脸委屈 我是纪伯达呀 柳如烟一愣 仔细看了看他 啊 你整容了吧 那你能不能顺便把脑子也整整 谁带他来的 等我查出来脑袋都给你做成双簧的 虽然气氛很诡异 但是听到这句话 我还没忍住笑出声吗 这场闹剧很快被处理 名叫纪伯达的男人 也被柳如烟的朋友带走了 大家默契地没有提及这个意外 但是从他们眉飞色舞的表情中 可以看出明天本地新闻热榜 肯定有我一席之地 婚礼结束后 我累得像条狗 作为差点被抢婚的新郎 我没有得到安慰 此刻我们全家都在安慰新娘 我妈临走的时候 还让我好好跟柳如烟说 让她别往心里去 柳如烟的妈妈拍拍我的肩膀 烟烟这孩子你多淡淡 实在哄不好妈 把家里的狼牙棒送你 小时候我就拿这个揍她 我连忙拒绝 要不是见过她挥舞狼牙棒 追杀岳父三条街的英姿 我没准就收了 但是此情此景 我也不好略美 亲朋好友都走了 柳如烟还在沙发上赌气 我无奈地给她倒了一杯温水 还生气呢 柳如烟咬着牙说 你等我查出来是谁把这人带来的 我非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我问她 这纪伯达是谁啊 柳如烟拿眼睛偷偷瞄我 有点心虚道 是我高中同学 只是同学 舅 还谈过一个月恋爱 柳如烟立马板正地坐直了 真的 木白 我发誓我跟她一点事都没有 而且分手是因为她看上我闺蜜了 我贼委屈 我头顶草莲了 我俩八百年没联系了 不知道她今天抽什么邪风了 我点点头 暗自沉思 今天这是怎么看怎么诡异 什么人会突然来婚礼现场抢婚 还没有跟新娘商量好 这要是报警 都够拘留了 我正想着 身边柳如烟又叹一口气 哎 我就说领政那天太仓促了 肯定是方着我婚礼了 说完 柳如烟委委屈屈地看着我 咱们到时候去国外度蜜月 不办一场婚礼吧 我深吸一口气 没舍得拒绝她 主要是领政那事 多少有点赖我 我俩去年就已经领政了 就是婚礼一直没办 关于领政 柳如烟始终耿耿于怀 我都准备好钻戒了 晚上寻思好几宿睡不着 就想着到时候给你个惊喜 结果你肯猪蹄肯得满嘴油 突然来一句 我在民政局预约排号了 一会咱俩开车去领政 那天 拿着结婚证的她一脸委屈 你都没洗头 我想着俩人结婚 总得兵主敬欢才行 于是提议道 大厅左拐就是离婚大厅 要不咱们申请离婚 你再按流程求一变婚 说完柳如烟生气了 拒绝沟通 自己去停车场开车没等我 我站在路边欲哭无泪 我这个嘴跟柳如烟待久了 都不会好好说话了 没过一会她开车回来了 手里拿了一朵玫瑰花 摇下车窗递给我 拿着 什么人订婚没有花呀 我拿着花 心比一片柔软 忍不住笑起来 问她 这么冷你去拿买的花呀 柳如烟嘚色的挑眉 我要这点本事都没有 以后能想得住你 后来在我的追问下才知道 她看见人家领政的小情侣带了花 追上去问人家要的 柳如烟 堪称社交恐怖分子 第二天 柳如烟还没起 半夜三点起床上厕所时候 她还蹲在沙发上神情专注的打字 有气如此 恐怖如斯 刷完牙 柳如烟还没起 我拿起手机 发现昨天半夜微信 多了一个好友申请 头像是个男生的背影 直觉告诉我 这是昨天抢婚的男人 她说 不想知道你老婆都跟我说过什么吗 我通过好友后 她立刻就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好像专门在手机前面等我 我叫纪博达 是柳如烟的前男友 我发了个问号过去 想看看我跟你老婆的聊天记录吗 文言 我有点不解 柳如烟还跟她聊过天 就算你威胁她跟你结婚又怎样 你老婆不还是要哄我一晚上 新婚夜独手空房的感觉不好受吧 我看着手机陷入了沉思 新婚老婆还在睡觉 我却要跟她的前男友对线 越想越气 柳如烟 我大喊一声 掀开了柳如烟的被子 柳如烟猛逼得睁开眼 满脸写着不解 怎么了老公 我冷笑一声 你前男友说昨天你哄她一晚上 柳如烟短暂的思考了一下什么前男友 脸上的表情有一瞬空白 然后猛地坐起来 她有病吧 对 我也觉得纪博达有病 以我对柳如烟的了解 不要说是背着我哄前男友 就是背着我跟闺蜜出去嗨皮 她都得做三天心理建设才敢跟我说 她抓了下头发 沉着脸对我说 你把手机给我 我挑挑眉 把手机递给她 咋 当面对峙 柳如烟没说话 点开纪博达的对话框 纪博达还在切而不舍地给我发对话截图 一边发一边嘲讽我 就算你跟她领证了 我也有本事把她追回来 柳如烟越看脸越黑 一个电话给她打过去了 木白 忍不了了 忍信号信号 柳如烟说了句国粹 继续道 你是不是有精神问题 有病就去医院看 不要在这里恶心我 我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 你再骚扰我老公我就报警了 柳如烟 你昨天是怎么哄我的你忘了 柳如烟气得喘粗气 我哄你 你做梦没睡醒吧 你哪一点比得上我老公 我放着金子不要去哄你这坨狗屎 我老婆十分懂语言的艺术性 你不要再继续骚扰我们了 不然我就亲自给你爸打电话 问问他怎么教的儿子 纪伯达挂了电话 柳如烟依旧冷着脸 于怒未消 我笑着摇摇头 仔细看了一遍 纪伯达发过来的图 图上还真是纪伯达 跟一个女人浓情溺义的对话 仔细看那个女人的头像 就是柳如烟的照片 哦吼 我点开她朋友圈 想看看还没有什么细节 结果她把我删了 老婆 你看这个照片 就是你啊 柳如烟眉头紧皱 一脸迷茫 我发誓 我真的没跟她说过话 说完 柳如烟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老婆 咱新婚第一天 不能生气 我坐在床边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看得柳如烟越发心慌 不自觉地挺直了呗 要不咱们一会去逛街 给你买块手表 我靠在她身边笑得直发抖 柳如烟更慌了 我发誓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人 咱们好不容易结婚 不要为了不相干的人生气好不好 木白 你哭了 我终于憋不住笑出声 柳如烟脸上还带着遗留的慌乱 愣了片刻才发现我是逗她的 柳如烟发现我没生气以后 神色轻松地哼着小雪儿去厨房做饭了 我在客厅沙发上一边看图片 一边琢磨这件事 有没有一种可能 真的有人以柳如烟的名义 跟纪伯达恋爱了吗 柳如烟表示这件事她来处理 以后纪伯达在做妖 就直接交给她 省着我生气 中午 本来在休假的柳如烟被合伙人叫回公司了 她毕业以后一直自己创业 加上岳父岳母支持 公司也算小有规模 在家虽然洗菜做饭 出门也是人模狗样的刘总 我去公司了呀 去吧去吧 她站在门口磨磨叽叽不肯走 我抬头问她 怎么了 那人家老公 老婆上班出门给一个离别吻 你怎么没有呢 你反思一下 我笑着叹口气 站起来亲了一下她的脸 好了不 等着吧老公 老婆给你挣钱去了 柳如烟迈迈着轻快的步伐出门了 跟柳如烟不一样 我是自由职业者 一直都在做博主 剪辑视频的时候 我鬼使神差的看了一眼本地新闻 果然 我和柳如烟榜上有名 男子为爱抢婚 却被新娘骂哭 下面还有人评论 本地人 这是新娘前男友 懂得都懂 这条评论下面 我看见了熟悉的账号木白老公回复她 你懂得了 柳如烟这工作还挺闲 天天有空刷视频给自己控体 既然柳如烟说这件事她来处理 我就专心自己的工作了 柳如烟能处理就让她处理 柳如烟处理不了我就处理柳如烟 没事上赶着给自己找气声干嘛 下午窗外阳光明内 想着柳如烟快下班了 我发微信让她小区门口等我 一块去超市买点吃的 看看时间差不多 我收拾了一下下楼 此时也是学生放学时间 小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回来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大家看我的眼神有些异样 难道是大家都关注了本地新闻 住我家楼下的王阿姨看到我 表情有些尴尬地跟我打了声招呼 木白啊 你老婆在家不 马上回来了 她上班去了 王阿姨点点头 啊 这女人还是得看好啊 我一头雾水地应喝她 是啊是啊 王阿姨恨铁不成钢 你这孩子怎么不懂呢 王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王阿姨还没来得及说话 突然一个开着口的矿泉水瓶扔到我背后 见了我一裤子水 我吓了一跳 转身回头 看到一个小孩正笑嘻嘻地看着我 坏人 活该 她妈妈就在几步之外 文言也没出声 反倒是瞪了文言 你们家孩子怎么管呢 那女人撇撇嘴 我们本本纷纷的 可比不了你们这种当小三的小白脸 我一生气 正想上前找她理论 王阿姨拉住我 木白 她老公出轨抛弃妻子 也是可怜 你别动气 她老公出轨跟我有什么关系 自己不幸全世界都要为她买单 就是 我老公的鞋是我亲自买的 一碗 你们小孩泼了水 怎么赔 柳如烟刚好赶到 大步走到我身后 那女人一见到她有些慌乱 赔钱 凭什么赔钱 骂小三天经地义 柳如烟张嘴要继续跟她理论 我拉住柳如烟 冷声道 你说谁是小三 不就是你吗 抢了人家女朋友 还耀武扬威 王阿姨叹了口气 掏出手机给我看了一眼 这个业主群里没在 昨天群里有人发了跟你女人的聊天记录 说谈了半年 结果女朋友跟你结婚了 我扫了一眼手机 一眼就看到了纪博达的头像 这人怎么阴魂不散呢 这下没话说了 那个女人还在一旁阴阳怪气 我让王阿姨把我也拉进群 顺便拍下了群聊记录 柳如烟看了手机脸色更难看 冷着脸对着那个女人道 木白跟我恋爱三年结婚一年 我们合法合规 此不教父之过 你家孩子做错事 钱你必须赔 不要觉得自己很坦就把怨气发泄给无辜的人 那女人恼羞成怒 你不就是护着小三吗 闭嘴 我冷冷出声 我已经录音了 如果你继续辱骂我编造谣言 我会拿着证据连你一起起诉 七 吓唬谁啊 她说着不害怕 声音却小了很多 你的遭遇很可怜 但这不是你攻击别人的理由 你是一位母亲 就应该给孩子做好榜样 教她明辨是非 而不是把她拉到你的情绪里 跟你一起发现怨气 装什么呀 女人拉着小孩飞速地走了 我跟王阿姨到过线后转身回家 此刻我也没心情逛超市了 柳如烟跟在我身后试图和我说话 看见我脸色愣是美感张嘴 进了家门才小声说 老公 这是我一定给你处理好 处理不好你就把我扔浴缸里当王八 我瞪她一眼 越看她那张脸越生气 明天你就去给我整容 越丑越好 天天招风影蝶 我还要替你挨骂 柳如烟态度诚恳 整 我明天按着你要求整 脑门上安个嘴 嘴上安俩眼珠子 你说咋的就咋的 都是我的错 老公 咱不生气啊 不知道 晚上我给你做小鸡炖蘑菇 咱妈拎来的小笨鸡 一会你就负责吃饭 晚上 我端着饭碗看柳如烟在群里跟纪伯达对峙 纪伯达退群以后 她云露未消 又把白天泼我水那一家叫出来臭骂一顿 在柳如烟的坚持下 我们报了警 警局里 我再次见到了纪伯达 纪伯达说 如果不是你一直跟我聊天 我也不会纠缠你 柳如烟气笑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微信不是我的 我三番五次解释 你是年纪大了二倍 还是压根听不懂人话 纪伯达委屈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前任 你就这样对我吗 我该咋对你啊 买块杯给你供起来 你多大脸啊 骂我老公造我摇 还跟我摇好态度 人没出门脸走出去二里地了吧 坐笔录的警察憋着笑说 这位女同志说话注意素质 我坐在一边 看着纪伯达抽烟 笑了笑 道 纪先生 不论是我还是柳如烟 都说了很多次那不是柳如烟的微信 正常人的回应应当是调查 到底是谁在假冒柳如烟 而不是一直无理取闹 其实你根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你只是不想接受现实 也不想让我和柳如烟好过 但是你这种卑劣的行为 对我们的感情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只会让你像个小丑 纪伯达张张嘴 没有说出任何话 他满脸怨气 却无力反驳 我已经把你提供的微信交给警察了 我们会继续起诉你们两个人 相信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微信后面的人 成年人都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希望你到时候不要后悔 说完这些话后 我便再也没跟纪伯达交谈过 警察很快调查出另一个柳如烟微信的主人 果然 是个老熟人 在警局见到沈安然的时候 我一点没意外 这几天我让柳如烟把微信的人员分组 分别发不同的朋友圈 看过纪伯达的聊天记录 我已经猜到大概是谁在冒充柳如烟了 沈安然是柳如烟公司的经理 也是柳如烟的高中同学 他记在分组中 又认识纪伯达 很难不让人怀疑 只是柳如烟一直觉得沈安然跟他这么多年 不会做这种事情 沈安然你要不要脸 你拿我照片去骗男人 你长得跟外星人入侵地球留下的遗孤似的 好意思冒充我 他越说越生气 你还参加了我婚礼 纪伯达来了你屁都不放啊 你真是那个呀 你俩锁死吧 180平房子都装不下你俩那大脸 沈安然一脸愧疚 逼着头跟柳如烟道歉 烟烟姐你别生气 我真是鬼迷心窍了 我太喜欢纪伯达了 上学时候我就喜欢他 我没办法呀 看到柳如烟脸上有些迟疑 我笑着开口 沈安然 你能加到纪伯达的微信 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他都来婚礼现场了 你怎么不拦着 你可不要说你之前不知道 我不是你柳如烟 有些话骗他可以 骗我不行 柳如烟皱了皱眉 你这话听着怎么感觉有些不太对呢 我冷冷地看他一眼 柳如烟立刻改口 你说的都对 沈安然 问你话呢 我站起身 不想再跟他多说 你自己去跟纪伯达解释吧 我要求他公开道歉 我和柳如烟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不知道沈安然跟纪伯达怎么说的 两个人分别在业主群里道了歉 纪伯达也在朋友圈发了道歉视频 晚上 柳如烟枕着我的胳膊 看着有点难过 哎 真没想到是沈安然干了 当时公司项目黄了 人都跑了 就他留下跟我从头再来 我看着柳如烟没有说话 直觉告诉我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结束 第二天 沈安然登门道歉 柳如烟送了他两个五眼亲 沈安然没还手 捂着眼睛说 我真知道错了 柳如烟冷声道 你怎么气我都没事 但是你不能把木白牵扯进来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上 你休假三个月吧 手上的活我安排人做 以后 你也不要再来我家 沈安然震惊地抬起头 烟烟姐 柳如烟扭过头没说话 沈安然把目光看向我 白哥 我跟烟烟姐这么多年了 得罪你是我该死 但你不能让烟烟姐这么对我 沈安然 柳如烟怒道 你少给木白扣帽子 真以为我听不出来啊 他眼神急冷 盯着沈安然道 你拿我当朋友 就应该尊重我老公 木白不需要原谅你 跟你有关系的是我 我是他老婆 我能做的就是 让你们都别出现在他眼前 而不是让他爱与我 去原谅伤害他的人 你别说 我老婆不犯唇的时候 还挺有魅力的 沈安然沉默了一会 给我道歉离开了 老公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我笑着瞪他一眼 不错不错 继波达和沈安然走后 我和柳如烟也安心去度蜜月了 为了弥补柳如烟 对于婚礼的遗憾 我们在国外举办了 一场小型的海滩婚礼 柳如烟这一次 做了很周密的计划 还重金雇了三个保镖守着 有什么不正常的人直接带走 又不是每一次都有人抢婚 不行 我有阴影 有备无患 这次的小型婚礼办得很顺利 柳如烟肉眼可见的开心 我们在国外玩了一圈 两个人都黑了一圈才回家 我岳母开车来机场接我俩 路上岳母问柳如烟 我听说你让沈安然休假了 柳如烟点点头 嗯 他找你了 那倒是没有 我是想给你提个醒 你既然不用他了 就别让他跟公司有牵扯 要是回头吃亏在心软上 你以后出去可别说我是你妈 我丢不起这人 我想柳如烟之所以会成为哑巴新娘 也许是跟家庭教育有关吧 我在柳如烟旁边黑黑傻笑 岳母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 也笑着说 木白不用担心啊 要是我闺女破产了 以后妈养你 我比她可靠谱多了 那我就提前谢谢妈了 晚上收好东西以后 柳如烟摆弄了一回手机 突然说 沈安然跟纪伯达在一起了 啊 他俩还能在一起 这简直就是天定良缘啊 纪伯达同意了 上一次 看在沈安然跟我打拼多年的份上 咱们也没起诉纪伯达 他俩就好上了 反正他俩以后好好恋爱 不惹是生非 那我也不多话 但他俩要是在惹你 我非让他知道知道马王也几只眼 有时候真的会怀疑柳如烟 是不是当过小太妹 我不知可否 问他 那沈安然休完假你还让他回来不 柳如烟叹口气 回不回来其实都一样 他手上的项目现在都是别人管 等他回来再看吧 那就是还回来 其实柳如烟看着大大咧咧 心却很软 我们都知道 沈安然可能会跟他离心 但他还是想再信一次 你因为我这样对沈安然 不怕别人背后说你什么吗 反正谁也不能当着我的面 欺负我老公 三个月后 沈安然回了公司 那几天柳如烟都有些不高兴 我以为是沈安然让他不痛快了 仔细一问才知道 是沈安然一回来 就让人事把纪伯达招进来了 纪伯达是不是给他下降头了 柳如烟冷哼一声 现在为了的男人威胁我 最后 柳如烟叹口气 纪伯达给沈安然当助领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 那不是也挺好 他俩锁死 柳如烟摇摇摇头没说话 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不高兴 但是我倒是觉得 纪伯达进公司才好 有些人还是放在眼前 才好抓把柄 为了不让柳如烟难做 我才只要求纪伯达给我公开道歉 但我俩之间的梁子可没那么好解 沈安然毕竟是跟了柳如烟 很多年的老员工 柳如烟不忍心是一方面 怕其他员工心寒也是一方面 只有抓到他犯了原则性问题 才好让他跟纪伯达永远消失在我视线里 就如上次警察局我问沈安然的话一样 纪伯达要来搅和婚礼 他难道提前不知道吗 他在我们小区有套房 所以业主群又是谁拉的纪伯达 这两位本就是一丘之和 再见沈安然和纪伯达 是在柳如烟公司 柳如烟给我打电话说 有个文件在家 让司机帮他拿一下 我想着自己也没啥事 就拿着文件开车给他送过去了 顺便带上了我心血来炒准备的爱心午餐 虽然迈向其差 但反正不是我吃 要不说冤家路窄 我到了柳如烟公司 坐电梯的时候 里面只有我跟纪伯达俩人 木白 好久不见 我敷衍地点点头 没打算理他 纪伯达又继续道 看到我能在柳如烟公司工作 你心里很不爽吗 能有什么不爽 你工资都是沈安然掏腰包开的 我们能在公司并肩作战 你却只能在家 想见他还要他同意了你才能来 你也不过如此吗 看着纪伯达得意的眼神 我只想把他的脑子掀开 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今天说要把你开了 你看沈安然能不能保住你 电梯停下 打开门 我指了指外面 讽刺道 该去哪去哪吧 纪伯达恼羞成怒 狠狠地瞪我一眼 出了电梯 我叹口气 摇摇头 人要是没有脑子 怎么看都带着一股蠢气 把文件交给柳如烟 我跟他说了这件事 柳如烟表情一言难尽 纪伯达是不是出生时候 忘带脑子出来了 我没再说纪伯达 顺口问了句文件 你这是什么文件啊 要得这么急 柳如烟道 新项目 下半年能不能赚到 都靠这个项目了 柳如烟有意给我解释 下半年的新项目 被我无情打断 你说这个 就好像我让你猜 我显卡什么型号一样 咱们还是放过彼此吧 我给柳如烟打开爱心店当 获得了柳如烟的大力夸奖 并表示 你远离厨房 是厨房最大的幸福 看到这个茄子了吗 她经过一个夏天的等待 货土发芽结果 不是为了变成一团 娇飞的混合物的 很好 彻底打消了我做饭的积极性 以后饭都你做 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以前不是我做的一样 那倒也是 最近几天 柳如烟都很忙 她亲自带了团队 全为了下半年的项目 花了很多心思 竞标的前一天 她又让我从家里 拿了一份文件给她 看着挺紧急的 让我直接送进了会议室 我出去的时候 刚好遇到端着咖啡的沈安然 白哥 来给烟烟姐送文件 嗯 我点点头 跟她擦肩而过 晚上回家的时候 柳如烟难得有些黑脸 她很少把公司的情绪带回家 今天看着像是真的有些烦躁 怎么了 进展不顺利 柳如烟给我盛了碗汤 没有 我只是希望今天你送来的文件 永远别用上 那是个假的 做给别人看的 很明显 这个别人是她的闺蜜沈安然 柳如烟讽刺的笑笑 沈安然在跟对家公司接触了 我不得不防着点她 这项目要是翻车了 我可真赔得金光 我拍拍她的肩膀 赔得也没事 哥有点小钱 我能是那吃软饭的人吗 我点点头 那行吧 哥有点小钱 哥想自己花 柳如烟终于露出点笑意 没事 我的钱都给你花 第二天 柳如烟一大早就带人走了 竞标十点开始 不知道为啥我明明在家 竟然也觉得有点紧张 十点一刻 我接到了陌生电话 木白 很快你老婆就要血本无归了 是阴魂不散的纪博达 我当即开启了电话录音 事情没有尘埃落定 就着急炫耀的蠢货不多了 抓到一个算一个 需要我给你直播吗 看看柳如烟是怎么破产的 你们之前那样羞辱我 以后我要让你承受千倍百倍 这一次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一言难尽地问她 你跟沈安然都学什么了 短视频变装吗 需不需要给你配个音 脑子不需要的话 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说完我挂断电话 跟柳如烟待久了 我损人的能力是直线上升 下午一点 柳如烟给我打了个电话 老公 你那点小钱自己花吧 我这边一切顺利 等老婆接着给你挣钱 我把录音发给了柳如烟 柳如烟接收了但是没说话 一直到很晚她才回家 老公 那一打文件都被换成了白纸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只好默默地给她倒了杯温水 她神情有点讽刺 没想到这个文件 最后还是用上了 我问她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柳如烟喝了口水 公事公办呗 我都报警了 说完柳如烟铁撇嘴 沈安然还挺聪明 没自己去拿 让纪伯达去换的文件 监控拍得清清楚楚 文件的价值沈安然心里有数 我不让他俩赔的底裤都穿不上 我就不信柳 柳如烟说 纪伯达已经被警察带走调查了 估计没多久沈安然也得跟着进去 沈安然拿回扣不是一次两次了 以前我不愿意因为这点小事计较 现在就一起算账吧 她讽刺一笑 真是亲兄弟名算账了 吃完饭 沈安然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你那文件早就防找了我吧 你要是没想害我 那文件就一辈子用不上 沈安然 你拿了财生的钱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手机那边沈安然的声音有些抖 你早就知道了 你却一直看着我走错路 烟烟姐 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的 自从你结婚以后 你就变了 你再没把我当朋友了 你把我当朋友了吗 我给你多少次机会 你回头给我下套 吃里扒外的畜生都比你有人情味 少怨天怨地 要不是打人犯法 文雅我都给你打成双开门的 挂了电话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才开口呢 沈安然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我就是等着他自取灭亡呢 公司的事情 他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他去哪一家公司 我都不能安心 我得迟早到这一步 多年好友 也难免图穷比线 我安慰他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柳如烟摇摇摇头 自责啥 我就是感慨 还得是我骑高一招 跟我斗 很好 逻辑自洽 纪博达那边交代得很快 公司法务已经开始对他提起诉讼 估计余生他都要在还债中度过了 至于沈安然这边 还涉及到不正当商业竞争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警察已经去他家待人了 柳如烟去公司处理事情 我闲着没事就去超市逛一回 刚出了超市没几步 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 就觉得后脑一痛 余光看到了表情猙獰的沈安然 再一睁眼 我眼前一片昏暗 头痛得要炸开 适应了好一会 才看到站在我面前沈安然 你跟柳如烟斗法失败 你帮我干什么 你也是个人了 无语是我的母语 木白 你不让我好 你也别想好 他拎着一个桶 味道刺鼻 里面装的都是汽油 我在刚刚就已经把求救信息 发给了柳如烟 现在只能跟他拖延时间 希望柳如烟来得更快一点 干 我不想变成交叹 我不合时宜地想起了 那天的黑暗料理 也许是茄子的怨气在诅咒我 柳如烟让你离开公司的 你干嘛赖我呢 沈安然神色癫狂 如果不是你 柳如烟就不会这么对我 既博达就是个废物 我给他做了那么久的心理建设 结果他屁都没做成 柳如烟为什么要结婚 我俩一起弄公司本来很好了 我深吸一口气 沈安然果然他妈的一开始就没安好心 难道不是你先背叛柳如烟的吗 你拿回扣 挪用工程款 柳如烟跟你计较过吗 结果呢 你想害他血本无归 沈安然怒喝一声 你闭嘴 他激动地挥着手 柳如烟破产了 我还能陪他东山再起 你能陪他做什么 说完 他冷冷地笑了一下 纪博达威胁我 要进柳如烟公司 我本以为你会跟柳如烟闹的 你真沉得住气 怪不得柳如烟被你迷得晕头转向 今天我就要弄死你 没了你 以后柳如烟跟我就还是朋友 我看着他已经打算去找打火机了 忍不住在心里焦急 柳如烟你再不来我真诚焦叹了 我只能继续拖延时间 柳如烟你别叫我名字 柳如烟你别叫我名字 柳如烟不解气又上去补了两脚 然后赶紧跑过来给我把绳子解开 柳如烟后面的警察上去控制住了沈安然 他面色潮红 眼神癫狂 还挣扎着想要拿打火机 后来沈安然已绑架 杀人未遂 袭警被逮捕 估计一辈子也出不了监狱 这下终于没有人在骚扰我跟柳如烟了全文完 这下终于是在尝尾上跟柳如烟 本来说是有编水的